今天禮拜五 明天雖然還要上班上課心裡有點煩 但是今天還是一樣的 我們要來一同Get Lucky 今天在現場的是 姓名學專家黃楓毅老師 歡迎黃老師 是 各位聽眾跟Youtube的觀眾 我們要來 我們今天先講一下 當然姓名學與健康 我們要走到猴子篇 我們會用這個 每一個生肖來幫大家解析 哪些字適合用 哪些字不太適合 應該不是說適合用 應該是不太適合用 那等一下一樣會有開放Call-in 可以提供你的名字 農曆年次 我們會幫你看看 你現在正在煩惱的事情 或是請老師幫你看一下你的姓名學 但是當然一開始還是要講一下整個大環境 我今天節目一開始有說到秋分 明天是秋分 秋分也是一個重要的節氣 因為春分跟秋分的話 它就用比較玄學來講的話 就是陰陽對峙 就是說你陰陽平衡 有人講陰陽平衡 那我們也可以講陰陽對峙 好聽一點就是說 你的白天跟晚上就是 那個時間點是一樣的 那如果說用陰陽來說的話 你就是開始有一些東西要增加 一個開始變減少了 春分的話是白天變多 晚上會慢慢變小 那現在秋分的話就告我顛倒 你白天就慢慢 你看現在 你會發現晚上天黑的就比較快了 以前六點半七點鐘還很亮 現在你看一下差不多六點鐘就暗了 那所以明天來告我就是一個 那像這種季節 像春分或是秋分的話 各位也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容易過敏 為什麼容易過敏 對那春天的過敏 有人會解釋為說花粉節要開始了 那秋天的話怎麼解釋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因為你對峙之後 如果用科學的說法是 你的空氣兩種空氣對峙之後 那個所謂的空氣污染池就不會跑掉 那空氣污染不會跑掉 用現在來講就是所謂的那種 空氣品質不好 空氣品質不好的話 這種不好的東西下來之後 我們皮膚當然 或是我們的呼吸管道 就會產生過敏現象 所以你會陽或什麼這類的 都從這時候差不多開始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說 秋天他們講說要養肺 吃白色的食物啊肺 為什麼因為肺是過濾的嘛 所以古代人大概就曉得 秋天的過敏源就是這種空氣的 所以叫你做一些清肺的動作 是這樣的概念 好這個是在可能 比如說養生啊健康上面要提醒 但是你整個大環境來說 從9月23號也就是秋分這一天 開始到10月23號這一個月 你說是好還是不好啊 是這樣子 我們對沖月不是9月23號 對沖月就是我們稍微提起的 那個所謂的白鹿 那到了差不多10月幾號 剩下半個月對沖月就過了 那對沖月的話我們之前有講過說 從9月7號到10月6號有沒有 不是你所謂的農曆的八月 是我們所謂24節期的八月 所以我們那時候9月7號就已經算是農曆八月 就是對沖月了 所以那個小冊子在那邊我其實也寫了 然後呢我們發現有兩個東西呢 在這個時間當中就比較大一點的 像9月8號的摩洛哥大地震 9月10號的利比亞的洪災 那這個部分呢在國外用西洋 用西洋學來講還有水溺 有人說水溺已經過了 對我們發現呢從這個秋分以後 今年最重要的桃花紛亂年有沒有 已經開始要轉向了 開始要轉向 開始要轉向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這種什麼me too 或者是跟人脈紛爭什麼有關的東西有沒有 你會發現現在慢慢就沉澱下來了 了不起就是做後續的處理 或這一類的 新的那種勞萬案 或者新的一些比較大型的 那個這種桃花紛亂的東西呢 你會發現就比較少聽到了 那慢慢轉向轉向什麼 要轉向明年啊 所以明年的部分呢也差不多 預測都差不多出來 明年就是用財富年 跟庫為主的趨勢 所以從現在開始到年底 這種這兩三個月三四個月呢 你就會發現慢慢從這種人脈的 性關係的紛亂 吵向於說我如何能夠讓自己多賺一點錢 或者是說我的財富上面要注意什麼事情 從這方面慢慢也在轉向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今年最糟糕的日子應該都過了 所以理論上 我們對沖後半個月 應該會比較平靜一點 可是一些莫名其妙的這種車關啊車禍啊 或者是一些意外事故的話呢 還是會偶爾會發生啊 像前幾天我覺得這個新聞也是莫名其妙 它那個那麼大的爐 它從上面掉下來一千多度 在台灣發生的 你是說你是說那個 苗栗那邊有一個那個 你是說那個雞排 還是什麼 炸雞嗎 它就是一個工廠 它那個爐火呢一千多度 爐火掉下來 對啊 問題是那個爐火 它在上面怎麼會這樣掉下來的 這種東西都是一個很奇怪的意外事故 我覺得最近的高速公路上的大型車禍蠻多的 都是很奇怪的車禍 然後看起來也都蠻恐怖的 對 但是從明天開始 你會發現這種事情就慢慢減少 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最糟糕的日子都過了 所以接下來大家可能心裡面 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今天的大家 就是你說把那個什麼桃花紛亂 轉為財庫 那財庫是明年的一個重點 對對對 那所謂財庫為重點是什麼意思啊 明年來講的話是龍年嘛 也是九運的第一年 那通常就跟權跟財有關 所以我剛剛有提了一下說 應該明年大家的那個看 吃瓜看戲的重點 應該都是在跟弊案有關 所以政府官員 這些政府官員真的要皮盯緊一點 我是說真的 明年大概這種莫名其妙 或者是刻意的去掀開的話 會事情會蠻多的 所以延伸出去這種 公共工程的危險性也會比較高一點 他沒有產生一些危險的話 怎麼會有弊案出身 一定是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明年大概就是跟政府方面 這些政府官員有關的 跟財富有關的 這會比較多一點 那個人來講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會發現最近有一些政策都出來 比如說像剛剛提到那個貧窮線的理解點 比如說房租可能已經快要佔你收入了50%了 那你這個窮的人越窮啊 包括最近很多什麼新聞出來 就是說你不是自動住宅的話 那個稅率會提高 稅率提高房東就當然把這個東西轉嫁成租金了嘛 這東西都要實施的啊 實施以後就其實都是明年的重點 包括你那電費一度已經到8塊錢 現在租房子有人跟你收一度8塊錢的電費了 這些東西都是跟財富有關的東西 但明年都會發酵 其實這個時候你慢慢去想好 慢慢去注意 要不然你到明年的時候你會發現 重錢的部分真的會成為一個很大的麻煩很大的重心 然後講難以後就是說你會有一些變動亂的部分 都是跟錢有關 現在經濟部好像有講的 連續12個月都只能登了 經濟衰退嘛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不瞞各位講 因為我都有在作帳的人 我這三個月 連續三個月都是10年來收入最低的時候 10年來最低的時候 你想想看像我們都受到影響 你看一般中下階層的影響更大 因為我賺的錢其實都是中下階層的人 他們已經到一種程度就是 生活上真的會到一個零件點 菜市場也是可以看得到這些事情 所以跟各位報告是說 其實明年三半年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真的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課題 比較不好過啦 你的意思是這樣對不對 對 就是以前叫通膨嘛 現在叫通貨緊縮 因為你的錢以前可以買10樣東西的 現在慢慢變成只能夠買9樣 甚至到明年只能夠買8樣 7樣 而且都回不來了 那種價錢都回不來了 所以最近在炒的雞蛋或什麼這類的 你去看都回不來了 回不來的情況之下 你的收入又沒有增加的情況之下 你一定是減少開支的 減少開支的話 這個東西會惡訓循環到一個點 當然一個點的時候大概都是明年 明年差不多親民節到中正節之間 會產生一個非常嚴重的課題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明年是九運的第一年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選舉 明年什麼的第一年 九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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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到第一年 那你會發現明年很多選舉都在明年 包括美國總統也是在選舉 選舉也是明年 我們是一月份就就就就就就就選完了 對對對我們是吐尾龍頭的時候 對 所以明年就發現很多重要的選舉 重要什麼東西都在明年 所以其實明年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關鍵年 是一個可以有轉變機會的 對 的年啦 是不是這樣講 因為講白一點好了 越是戰亂的時候 你的機會就越多 所以我要提醒說 為什麼現在我就要講了 因為你從現在到年底 你等於是一個反省跟檢討 跟思維的一個月份 你這幾個月如果能夠收集很多訊息跟資料的話 你再去做一些測試跟所謂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跟發動的話 你就會比別人早一點 踏入成功的契機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把後面這幾個會定為 就是說你要反省檢討 跟所謂的那個分析 然後到最後你要去決定說 你明年開始要怎麼做 這會比較好一點 OK 好 所以這個是針對接下來這段時間 整個大致上的整體運勢 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來講一下 就是有關於姓名學的部分 跟健康相關的 那我們前面其實講了非常多 我們從今年的生肖年 就是兔年開始講 所以鼠牛虎 兔 龍 蛇 馬 羊 已經講了五個生肖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找我們的 非體聯邦生活同樂會 的YouTube頻道上 我們都有留下來 你就去打那個生肖 姓名學與健康 然後打那個生肖的 這個比如說羊 羊還沒講到 蘇妞 腹肉 對對對 這樣 那就可以看到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猴 所以講到第六個生肖了 那猴的部分可以要 第一個要提醒大家 可能會對健康比較有影響的是 這邊我先補充一下 每次還會提到一下 怎麼算 我們的名字 比如說我叫黃鳳翼 黃就跟頭部疾病有關 鳳的話是胸部跟腹部 那翼的話是腰到腳 所以我們大概講的東西 這些東西對應到哪個字的部分 相對的你那個地方病痛 或者是機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我們這邊講的是機率 另外你的生育學當中有五個 以後你要注意一下五個 對應的五臟就是 精的部分就是跟肺跟大腸有關 那木的話肝膽 水的話是膀胱跟蜜吊系統 女生的話還要加上子宮卵巢 火的部分是心臟跟小腸 火的話是腸胃 這是附帶的 那我們今天講到猴子的部分的話 猴子是排第九 他是屬於單數的動物 所以他比較屬於羊鋼型 另外猴子的部分 他比較有一些飲食上的習慣 大多小猴子吃香蕉嘛對不對 對 那猴子吃不吃肉 也吃吧 你會發現猴子吃肉的話 他的性情就開始暴躁 對啊好像聽說是這樣 對 所以他不是最好的餘食 但他們也吃吧 對 所以相對他的健康度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 所以會 我看到了有一些這個 有一些字 有一些不朽 他用起來就比較不好對不對 是 好我們等一下回來 就從這個哪些 總共有六大類 對 六大類的字會希望姓 這個屬猴的朋友會希望避免的 待會回來講 今天禮拜五一同 Get lucky姓名學專家 黃馮毅老師在現場 我們接下來就要正式進入到 今天的姓名學跟生肖的健康 好 今天要講到事實 好的朋友請注意聽囉 來看看 那個因為節目時間有限 我通常都是把六種 最嚴重的 講出來 其實還有其他比較不嚴重的 但是我們最主要講這些東西 是給客人 給各位聽眾觀眾去做分享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田字邊的跟米字邊的 剛剛童吳在問說 猴子不也吃素嗎 對啊 為什麼是田啊 米啊 麥啊 河啊 剛剛以下講到的這些字 都是第一個影響比較明顯 對啊像田啊 福氣的福啊 富貴的富啊 然後那個米飯啊 河啊 那個 蒸 工程的層啊 女生很多人用這個蒸 就是那個草字頭 草情針 草情針 因為它對下面是一個 稻荷的荷 對 所以這個也算是有荷 對對對 碎也很常用 是 那為什麼 對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喔 你可以去理解好了 猴子是吃香蕉 吃水果的 對 他到田裡面去的時候 他不會煮飯啊 所以說丟個飯桶給他是人丟的啊 就是說丟好 煮好的給他 他吃 對 但是那些生的米啊 麥啊 所以他叫做 糟蹋糧食 那什麼 比如說豬有吃對不對 豬可以啊 豬吃生的這種骨 飼料就是骨 不是他會吃那個稻草啊 豬吃稻草不是吃稻米 他是吃那個草 好 那猴子的部分呢 因為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他的器官功能會比較不好 腸胃 如果用在名字的第一個字的話 腸胃的那個功能會比較弱 吸收能力比較不佳 他要嘛就便秘 要嘛就拉肚子 他弄在最下面那個字名二的部分 腳跟四肢關節的酸痛的機率 就會比較高一點 或功能叫做什麼叫功能叫做 你可能可以跑一百沒辦法跑一千 就是說你有爆發力 但是沒有耐久力 那如果小孩子的話最明顯 你會發現他走一走就說 媽媽抱抱抱抱抱抱抱 他就不走了 所以他生長痛啊 或者這種腳啦 或者是行為痛的部分 會比童年級的小孩子 或比童年級的人比較明顯 是第一個 好 所以這個是荷田麥米 這些字都是比較不好 那有 但除了這個 有一些字其實你看不太出來 比如說風 豐修的風 這裡面 下面有豆啊 豆也是算好 對啊 所以剛剛講荷田麥米豆 這些都是五穀雜糧 對對對 五穀雜糧類的都在這一類 對對對 所以像燈高一呼 李登輝的燈 下面有個豆 它也就是屬於 就是如果是屬猴的朋友 可能比較不適合 好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有臀字邊的字 什麼叫臀字邊就是豬 比如說家庭的家 下面有個臀嘛 對不對 那個就是家 然後像大象的像下面也是一個 或是豪 豪氣萬丈的豪 豪下面 毅力的毅 毅力的毅 這些都是非常 豪跟胰都是非常容易 還有家 對 用在名字裡面 對對對 如果你是屬猴的話 你主要是器官受損的功能 上色機會比較多 比較屬於突發性的 急性的 對 也就是說你有可能一輩子都碰不到 對 但是碰到的時候 你可能受傷的距離 會比別人高 如果在明醫的話 你的肝膽肺部 或者是明二的部分 你腳受傷扭到骨折 四肢受傷扭到骨折的距離 就很高了 講白一點 就是類似說那種意外事故像車禍 或者是說 比較類似在這種 或者家裡面你走一走 然後從樓梯上摔下來 那種的也都算 意外事故 或是打球扭到算不算 對 打球扭到也算 對 那這你打球扭到別人可能刪定就好 你可能變成骨折 是這個概念 好 那第三種就是跟老虎有關的字 像銀或者是像處長的處 然後線 那個文獻的線 那像標一個老虎是要刪平那個標 或者是虔誠的錢 這些有老虎字型跟銀字型的話 簡單說都是屬於跟撞擊有關 臨時突發性尤其是大小車禍 造成的器官塑損的機會高 因為老虎跟猴子本來就對衝 所以用這些字的話 你好像是磁鐵一樣 你騎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那個車子 都往你這邊靠 你開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旁邊的車子 也會往你這邊靠 這很妙 好像你好像你本身有磁鐵一樣 把這些那個車子都吸過了 所以造成這種車禍受傷的機率 就比較高一點 然後第四種 就是火之編的字 像烈 轟轟烈烈的 對 像那個雖然的燃下面有四點對不對 像燕子的燕下面有四點對不對 我們到四點都稱之為火 了解 那當然也有本來就火之編 像是炫冰炫風的炫 對 或者是這個玉 一個火字旁 在一個日曆的這個玉 這個玉也很多人用 對 換也是對不對 還有吸 對 那火之編的字主要是這樣子 猴子本身屬金 火克金 那你是貝克嘛 那你貝克的情況之下都是你 器官超能運轉 然後身體失調機率就很高 大部分都屬於淋巴 淋巴跟甲狀腺方面的疾病 另外一種 最近我發現還有一種東西叫做肌肉瘤 跟肌肉長 肌瘤 像女生的肌瘤蠻多的那種 子宮肌瘤就是肌肉瘤 還有從血管長出來的肌肉瘤 也都是 血管 對這邊這邊也會蠻明顯的 是這種概念 只要你器官超能運轉的話 你就等於是就好像一個馬達 我們說它可以運轉十年 可是你可能運轉到第三年 第五年就可能就要報廢了 就要維修了 是這種概念 第五種 第五種就比較有趣 它跟壓力有關 跟慢性病 跟心靈方面的疾病 會比較有關係 就是金字編的字 像金鳴鳴 那個金鋒 那個刀鋒的鋒 瘟眠 反正跟金字編 這種金本身部首有關的字 對 還有跟鳥這邊有關的字 像紅海的紅 蓬 蓬城萬里的蓬 還有鳴 還有鳳 鳳這個字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猴子本身屬金 那金的話 金跟金字本身是相生又相克 就是又愛又恨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起成長 可是也一起消耗 你拿那個狼頭去打鐵的話 它會產生聲音 可是也可以把它鍛鍊成鋼 對 所以這種產生壓力 跟心理方面的疾病 就會比較多一點 那如果你能夠耐住這種 心理上面的疾病的話 或者是壓力的話 你反而你的心智成熟會比變很高 所以這個部分就看你能不能抗壓性高 如果你能夠畫壓力為動力的話 那當然會比變更好 對 就是成就更高 對對對對對 那為什麼鳥也不好 鳥為什麼也放在這邊 因為鳥的部分在我們蛇生肖裡面 代表雞 所以雞跟猴也是 就是壓力 壓力 所以你要注意看 猴子碰到雞的話 雞碰到猴子兩個人 都是在那邊很緊張對立的 好 那還有一樣被放在 沒有你還有一個 就一樣放在金跟鳥的這一個 還有一個名 裡面 名氣名的名 包括聖 比如說這個豐盛的聖 結盟的盟 對 這也都是在剛剛說的跟金跟鳥一樣 就是屬於壓力方面的一些這個疾病會比較多 如果你的名子又屬於那一種比較屬於壓力 這種憂鬱症 躁鬱症候選人的話 你用這個字來講的話 那它變成點燃這種憂鬱症 躁鬱症的那種機率就會更高一點 是這個方面 好 第六 第六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猴子吃不吃肉 不吃肉 猴子吃到肉很奇怪 牠的脾氣整個會暴躁 會整個抓狂 這等於牠性情大變 然後變成牠那個 我們講的那種企圖心 所謂企圖心是那種攻擊性 攻擊性會比較強 對 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種攻擊性高的話 其實牠在消耗 所以要變成牠器官會比較呈現 比棉嶺更為衰老 對 如果用在名義的話 你腸胃功能比較老化 吸動能力會比較低 用在名二的話 你腳跟絲絲關節老化程度 會比童年紀的更高一點 比如說你的那個 關節炎 關節不好 你要開始保養 什麼這類的 那種機率就比別人高很多 所以這種心字變的字 表現在個性上面來講的話 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對於這種事情的看法 可能會比較激躁 或者是比較極端一點 所以為什麼是心 你就要記得 因為心是肉做的 所以所有的心 有心的這個字都不好 心字變的字 是這個概念 包括愛 愛裡面有心 有啊 所以也算嗎 是啊沒有錯啊 也算嗎 好 我們都是凡理字去算喔 不是簡體字喔 好 有人問說 如果有口這個字 對屬猴的可以嗎 當然好啊 猴子髒口啊 所以如果你碰到猴子比較有力的字 就是其實從幾個觀念來講 比如說猴子變成人 所以人字變成字就可以 所以屬猴的人適合用人字編 對啊 比如說英俊的俊啊 人字編啊 信用的信啊 人字編嘛 那口的話 因為猴子髒口嘛 但是口的話要看啊 就是有一些字是例外 比如說你口太多了 比如說器官的氣 就不好 對 因為猴子髒口髒太多的話 代表他貪得無厭 嗯 口是有口 這邊的話點多兩個就好 嗯 就是那個字 字有口的話點多兩個 那任何一個生肖 都不要太多口比較好嗎 有些生肖是連口都不能有的 嗯 比如說像鼠龍 明年鼠龍的話 明年鼠龍我已經開始頭痛了 鼠龍的命裡有十三禁忌 鼠龍我們上次講嘛 就是好多字不能用啊 對對對 所以就會變成如果真的 也有認真在看姓名學 鼠龍那一年的孩子 很多字會都會用那些字對不對 對對對 重複性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現在大家講白一點喔 生肖幸運學的系統 已經慢慢大家有一點共識了 所以說真的就是說 哪些生肖用哪些字 其實慢慢都已經差不多就是這樣子了 加上你電腦就一萬三千多個字 你扣掉不吉利的字 剩下能夠用的字 大概剩下五六千個 那你這五六千個又要配合鼠龍 又要配合一些東西的話 其實剩不了多少個字 真的是沒多少字可以用 對對對 那個這個部分 我要跟各位聽眾觀眾講一下 是說 我在以前民國九十四年 八十四年到九十年之間 是跟一個醫生合作 我們連續六年統計 十大病例死亡紀錄出來的 那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個資法 所以還可以拿得到資料 現在就不行了 那我是那時候統計說 生肖跟病痛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那我們用的法則是 2月4號立村為原則 這些就是要跟各位講清楚 不是用那個所謂農曆 農曆除夕為原則 所以事實上生肖是看國立 不是看農曆 所以你的生肖就是看2月4號前 是前一個生肖 是前一個生肖 對 2月4號以後才是後一個生肖 那只有2月份 只有2月出生的人才會有這個困擾 對 那我問你一件事 這個你覺得 因為你這個是統計學 比如說你那個時候是83年到94年 差不多10年間對不對 數據其實非常龐大 尤其又是大醫院 這個東西它會隨著 隨著這個時代不同有什麼改變嗎 比如說你說 這個前10年後10年再10年 是這樣子 統計學的概念是說 你統計完畢分析完畢以後 你要去驗證 那你想想看 從90年到現在已經幾年了 像我女兒已經快要30歲了 所以我都常開玩笑說 我好歹驗證20幾年了 所以我發現生肖性命學的部分 用在病痛上面來講的話 它準確率真的是蠻高的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八二法則 像今年 像我有提到一個概念 有些東西很奇怪 像屬兔的隨之變的痣 它有可能一輩子都很健康 可是一旦發生問題的時候 都第三題第四題 所以有些東西它就是很奇妙 就是在那個地方 就是說你碰到了之後 它才會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生肖性命學的部分 用在病痛上面也是如此 那有可能你用這個 這個智能一輩子都沒有 不會有 像我剛剛提到的撞擊 如果你一輩子都沒有撞擊呢 那當然就不會有事情發生了 對不對 但是就是怕你撞擊的時候 它 它是比別人更容易 有產生什麼樣的狀況 是這個概念 好 所以剛剛那個屬猴的有講到 對 比如說口 有口的話還不錯 但不要太多口 然後這個人字編 人字編也好對不對 對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還有啦水字編的字也可以啊 水連動啊 猴子也是 你現在聯想就可以了 有水嘛 所以猴子你注意看 猴子生長環境 最悠閒的地方就是 有水有果 有水有果 那對猴子來講是最好的 拿上水字編的字 就要看你八字能不能用水 因為有的猴子他用水的話 反而更不好 所以這個還是蠻麻煩的 對啊所以也不能自己 光是自己呢 你還要看八字啊 其實有些字是所有八字都可以用的 像剛剛講的人字編的字 跟口字編的字 都是所有八字都可以用的 所以就不用太緊張 你只要跟金屋水有土編沾上的字 就才會跟八字有關 口跟人都沒有 沒有啊 它不是金屋水有土編的字啊 好 好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還有人在問 有人問說 對這個拆字我就不曉得了 東城裡面算是東嗎 不行啊 因為他很告訴你是東 東西南北的東 所以那不能再拆字 好 因為有人問 比如說像東邊的東 中間看起來有一個田字 這算不算有田 好 這個部分還有時間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拆字的原理 怎麼拆 拆解的拆 這個圓理 有幾個原理 用比較用國外的說法好了 名詞 動詞 形容詞 形容詞的部分都不能夠再拆字 什麼叫形容詞 比如說疑太萬千的疑 你不能再拆一個人跟一個義 這字不能再拆字 什麼意思 為什麼不行 因為它是形容詞啊 疑太萬千母疑天下疑容疑表 沒有這個疑 你還是放在人字旁裡面啊 但是 比如說像你剛剛說的 鼠猴可以用人字編 對 疑這個字可被用 可以用 對因為它有人字編啊 不是人字編問題 因為猴子的疑太很漂亮 所以 其實這個 是這樣解釋 它不是在拆真人跟義的 是這個概念 所以拆字原理呢 也要注意到的是說 有些東西 它有完整性在那裡的 你不能夠再拆解的 回答那個問題 耳東成那個東 東它告訴你 它就是一個方向的 東西南北 這四個字不能夠再拆字的 所以東就是東 西就是西 南就是南 北就是北 那好 字裡的字 這個字 它可以拆水跟口嗎 三連水跟一個台 不能拆 不能拆口 可以拆 也可以拆 對 三連水加一個絲 加一個口 可以這樣拆解 但是你可以拆解成兩部 通常我們拆解成兩部而已 好啦 因為這個字本身不是形容詞 對 它算動詞 可以 對 所以形容詞就不行 那比如說美麗的美 美麗的美它 那你還不是拆 你拆陽跟大啊 美麗的美它不是形容詞 它為什麼不是形容詞 對 因為它一開始造這個字原理 是因為它陽大了就是美 以前是陽那個陽的時代 所以你要看那個字 是什麼造出來的 你不是是看那個字藝而已 古代呢 是我們一開始不是重點的 我們古代是牧陽的 陽大了以後 那個陽大了以後 在我們眼中是很美的 因為它可以當糧子 可以平毛 可以讓我們溫暖 它是這樣來的 所以它不是形容詞 你在跟我講一個形容詞 呃 形容詞 我想一下哪些字不能再猜 我突然進去問我 很少嗎 比較少 對 好 我讓他想一下 因為我要先報電話 英俊的俊 02-23-63-995 23-63-995 大家打電話進來喔 不要自己拆了啦 笑笑笑笑笑笑 來我的一同給Lucky 非常開心 姓名學專家 黃楓毅老師在現場 今天呢我們一樣的 開放call in 來為大家這個服務 02-23-63-9955 請大家打電話進來 提供你的姓名 農曆年次 還有你要問的問題類型 呃我們會來幫你看看能不能給你一些方向 或是幫你這個解惑一下 第一位我們先來接聽的是林小姐 是林小姐啦 喂你好 嘿林小姐你好 來你要問創業 就是你已經創業還是你想要創業啊 呃我想要創業 想要創業 老師 呃如果你從事的是一種 呃勞力跟技術的工作 還有執照工作的話 你要創業是沒有問題 因為在今年度來講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點 嘿 請問一下你從事是哪一種設計呢 還是跟 呃我現在目前是從事設計 那我為了 你怎麼那麼厲害 哈哈 因為就是技術方面的工作 就是我一直從事這一方面 那我我是想要明年就是 呃想要轉換一個 就是轉成像推拿或者是經絡 那一類型的行業這樣 就是自己做 因為我現在是就是上班 然後我之後想要自己自己開業這樣子 你是對這個有興趣 然後有去學是不是 呃對我對這個有興趣 然後現在是有在計畫 想要朝這一方面去學習 但是老師剛剛一看就有問說 你是不是做設計方面 感覺好像你他是很適合是不是 我剛剛也講的啊 從事勞力技術的工作 有執照工作都可以啊 你說推拿要不要勞力要不要技術 所以也適合是不是 對啊也都適合啊 所以好那老師你覺得呢 呃基本上你要創業的話 是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你剛剛講的那個方向有沒有 嗯推拿也好或什麼也好 基本上呢這種行業呢 在未來來講的話 是呃不愁吃穿的啦 但是你唯一要面臨的問題 就是說你年紀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麼這方面的東西你可能會 不是那麼的順手 所以你要注意到未來轉型的問題 就是說你是要轉為顧問 轉為說你要收徒弟或者是 轉為顧問轉為類似那種 我們所謂對客人來講 他一些所謂的規劃 幫他做所謂的那個體態規劃 或者是他的健康規劃 這樣子的話可能路會走的比較更遠一點 所以基本上你要創業是沒有問題 但是這方向的部分你要有短中 短中長的那個計畫 先給你報告一下是怎樣 所以算是會成功嗎 會啊你會成功啊 因為你的名字來講的話 你是一個對於自己很有要求的人 對於要求的人你想做的事情 你都想辦法把它做到完美 像這樣子的話你去做這些事情 那當然就會比較容易成功 以留年來講以留年來講的話 也是屬於比較好的年度啦 哦農年好 對那所以就從事跟你名字有關的 我剛剛講的勞力跟技術的工作的話 那當然成功機率更高一點 嗯嗯嗯好 那就恭喜你啦 給你一些建議 希望你一切順利 來我們來看看第二位張小姐 喂你好 嘿張小姐你好 你要問工作運喔 對 你說因為你現在是在家工作 對 壓力比較大身體有一些狀況 在想要不要換 還是有沒有什麼工作 你說 因為家裡是公司的 然後變成說 我的壓力就是變成說 現在所有的壓力都幾乎都在我身上 可是變成說 我可能自己覺得說沒辦法承受這麼多 好我們來請老師幫你看一下 麻煩你謝謝 簡單講好了 你是要從家族企業轉換成出去 不是家族企業就對了 對 我們看一下你的心靈學的部分 你會發現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五個目 真的耶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沒安全感 又容易焦慮不安的人 他其實是優惠症 照遇症候選人 你之前不是有講過 老師我可以問你一下嗎 因為這是有改過名字的 那我不曉得你為什麼改成這種名字 說你改完 你不覺得你改完這個名字以後 你開始容易 沒安全感容易焦慮不安嗎 我沒關係這次給你一個提議 因為我大概知道你改過了 基本上來講的話 針對你的問題來回答的話是說 這是你目前的這個名字來說的話 我會建議你去做 如果你覺得你可以安全 你可以安心 然後你可以快樂的工作 這樣說比較快 你覺得哪一個點會讓你快樂 那以目前你所續續的情況之下的話 通常家族企業都不會讓你快樂 只會壓力大而已 通常都是這樣 因為你做多也沒有加班費 對 我們講到講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按照你心靈學角度來說的話 我當然說鼓勵你當然就是講白一點 就是從你健康快樂的部分 因為你的流年來講的話 也是屬於比較低潮的流年比較不好 所以你不如這樣子的話 按照心靈學理論來說的話 我會建議你做你喜歡跟快樂的事情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如果讓你自己不快樂的話 不喜歡的話 我們常講開運 開運的第一個解釋就是開心運氣才會來 你一旦不開心了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不會有什麼運了 那不如說你跟家裡面跟你的老公也好 或是跟你的父母親商量也好 我不曉得是哪一個方面 總而言之呢 就是去討論一下 如何讓自己能夠開心快樂最重要 那如果你的工作不是那種不可替換的話 你要請你家人呢 體諒你 就是讓他們去請人替換你的工作 這樣子 好 那老師有建議說還是說再把名字 欸對不起 我從來不會講那改名字 我是正對你的狀況呢 然後去跟你做一些所謂的那個 沒有啦 你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你可以再私訊黃老師 好不好 好 在節目上我們就是針對你的問題 來幫你做一個解答 好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好我們來接聽第三通電話 廖小姐 廖小姐嗎 對 嘿你好你好 你說你也是要問工作對不對 今天大家都大部分都念工作 是 想在年底前轉職 是想要問說會不會順利是不是 對 那你現在有在找工作嗎 現在有 那有找到喜歡的工作嗎 目前還沒有 好 我給你報告 您的格局跟第一位小姐 她說她創業格局是有點雷同的 就是說你也是要從事那種勞力跟技術 跟有執照的工作會比較好 另外你會多一個東西就是服務 但是服務的話 因為你的姓名的部分是說 你是想服務你想服務的 或者是說你想做你想做的事情的 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是這個概念 那如果問說年底前轉職的部分來講的話 按照上升軌道來說的話 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理論上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說您自己可能要把你的 想要做的事情的核心想清楚 那我剛跟您報告過 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也是要從事那種勞力跟技術 跟有執照的工作 你可能會比較順手一點順心一點 OK 所以應該是還蠻有機會的 好 那這個謝謝廖小姐了 希望你一切順利 好 然後我們接聽第四位之前 還可以應該還有這個機會 可以再幫大家服務一下 所以可以打電話進來 0223639955 0223639955 趕快打電話進來 現在還有機會喔 我們來接聽第四位是王先生 欸 喂 欸王先生你好 你好 好 你要問你是房 你有房子要出租 對 你問 目前已經明天要簽約 但是我想問一下說 嗯 這個 租客租給他的話 可不可以 啊 這個 這個怎麼問我們 哈哈 你是心裡有什麼 有什麼 就是說 怕之後會不會有 付 付房租 還是房子會不會被破壞之類的 這個 這個你應該 你應該要問 你是自己租啊還是找仲介 欸 仲介 仲介喔 那應該是你的仲介 你要問你的仲介 你的仲介要幫你篩選人對不對 對 那我們先來看看別的好了 對 這個部分是跟你報告一下 如果你是房東的話 你要請仲介的話 那事實上 合約啊 條約都在那邊了 然後能保護你就是公權力 那你講 坦白說真的 如果你是要問這方面的問題的話 首先以後你要報那個人的名字 找辦法幫你看 這第一個 對 第二個呢 如果用你目前的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說真的 每個房東都怕租到不好的房 可是正常 那我們用你的 西米雪的原理來說的話 就是說 您目前今年開始呢 比較屬於下降軌道 所以當然您在 您在您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當然是小心一點會比較好 那就跟仲介要求的標準 多一點會比較好一點了 那如果多 如果多簽的話呢 那你就不要想那麼多 您就是 碰到事情以後呢 再處理就好 對啊 這個真的有點難 對對對 這個沒辦法 因為這個變數太多了 不是 但可以給你的建議就是 因為是 處在下降軌道剛開始 所以有可能 你 再做任何的 比如說合約的簽訂 這部分再詳細一點 對對對 再謹慎一點 那這個可能是可以給你的建議 就是 就是你的要求可以再多一點 或是保護你的部分 再嚴格一點這樣子 至於你的租客 因為不知道他是誰 對 不然等一下 去行天公拔一下 對 拔揮揮一下 比較快 好 那大概只能跟你說到這邊 是 謝謝你喔 好好好 拜拜 七十一 嗯 七十一 我們今天有三個七十一年次的耶 好 我們接聽第五位 第五位 賴先生 喂 你好 賴先生你好 我聽到你的聲音 我好開心喔 因為我們好少有來為姻緣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欸 求姻緣 為什麼求姻緣 因為他是一個很痴情的人 真的假的 是這樣嗎 呵呵 對 算吧 他是蠻專情的人 等一下等一下 那我先問他 賴先生通常講到那個感情事件 童文姐都會想要聊一聊 所以你是 現在是有 有 有 要求姻緣的話 不是問感情 是求姻緣就代表現在沒有嘛 沒有對象嘛對不對 對 只是剛結束一段感情 大概一年左右 你還不算耶 嚇死人了 你黃老師 然後好 結束一年多 然後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有沒有機會 因為其實已經有 也算一個歲數了吧 就是小時候還沒有機會 因為我前一段的感情 大概有七年左右 對啊 我知道他講 Paul跟你談太久了 談太久嗎 七年算很久嗎 對 其實你談了第三年就應該結婚了 你談了第三年就該結婚了 你那時候有結婚的機會嗎 我沒有想到要做這件事 對 因為呢 因為是這樣想好了啦 因為你為什麼第三年就要結婚了 到第七年容易離婚 就是分手 因為他相當軌道 然後他名字呢 名字的部分沒有代財 就是說講白一點 女生有點把你當作悲胎 啊 你不要這樣子 這樣好傷人喔 是真的 因為他的格局就是 用大陸用語來講的話 最最傷心難過的就是 就是最極端的 最不好聽的叫舔狗 他對女生淘擠好 其實女生 你對女生很好喔 對 他是把你被捧到手心上疼的人 真的喔 我戀愛腦 你戀愛腦喔 對 那這很好的男生啊 對 因為他顧家型的 又顧家 對 所以這個男生真的是很好的男生 那第二種情況就是 你的愛呢 會讓對方呢 自喜 喔 有因為這樣事情不開心過嗎 呃 就是有點控制欲太強 對 就是這個部分 那你為什麼這麼奇怪 你控制欲又強 第三年的時候 問你有沒有想要結婚 你也沒有想 因為就是穩穩的 甚深的 也沒有特別去想的 好 那所以那好 那他現在你覺得 所以剛剛跟你報告了 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你是一個把女生 捧到手心上疼的人 所以你這種名字的格局呢 你要 你要把這 這段七年的感情 給弄掉的話 其實呢 你要下定決心 就是不要再去想了 要不然你會影響到下一段 因為你要 你要把上一段的東西 變成在下一段呢 會去延伸 所以 所以控制欲的部分 其實這個沒辦法 沒辦法避免 所以你要找一個 願意讓你控制的女生 這樣會比較好 就是願意 願意享受 讓你捧到手心 讓你疼的人 對 我坦白講就是這樣 所以呢 所以簡單講 就相親比較快 相親嗎 對 對 相親比較快 因為相親比較快 會去幫你篩選出 這樣的女生出來 那他到底有沒有機會 有啊 有機會 有機會 老實說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 那大概有沒有什麼時間點 會去做這件事情 會比較順利 你呢 把前一段感情 你想好之後 你確定不要想了以後 因為你的格局 是可以做到這一步的 你確定了以後呢 你再去照告田天下的話 那不出一年 你就可以結婚了 蛤 那麼快 對 我剛剛講的那個點 你要把這次的感情 完全丟掉 對 好 那我跟你講 你做好這個決定之後 你找個機會 再看看有沒有把他打電話進來 我們幫你徵婚這樣 對 哈哈哈哈 他今天好久就要把他介紹的 哈哈哈哈 哎 拜託 這麼好對不對 又 又把女生騰 那個捧在手心裡面 就是 所以女生如果你曾經受過生 你是想要一個男生一直照顧你 然後很愛你喔 你喜歡跟男生黏在一起 你就找他就對了 對啊 他有強撥症沒有錯啊 哈哈 你這樣講 等一下女生保光 我跟你講 不會啦 有這種喜歡的 好賴先生那趕快把前一段的 那個藕斷絲連喔 心裡面想的東西 先把它斬一斬 然後我們趕快 重新開始 祝福你不到一年就結婚 記得結婚的時候 打電話進來跟我們講一下 嗯 謝謝同文 好賴先生 祝福你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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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很可愛呢 對啊 不過真的 你講一個控制欲強 我是一個嚇到啦 好啦 今天非常謝謝黃老師 祝福大家明天上班上課開心 拜拜 就愛點你 UFO 啊 啊 啊 你 嗯 嗯 他剛剛有關 你